你收到的鲜花是过两天就扔了吗 是不是有点可惜 如果它能变成礼盒上的心意 花框里的风景 那就不会遗憾了 嗨 我是九爷 今天我们就来做鸭花 颜色鲜艳崇拜性少的特别适合做鸭花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做这些无无正夜的事情 但是做游戏原画师工作时间太饱和了 偶尔下半天还亮着 我都能特意发个朋友圈庆祝一下 而现在我还能有时间拍拍视频 压花的时候注意画面朝下 很多人问为什么自己做出来的干花 颜色不鲜艳 秘诀在于压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封 不被氧化做出来的干花 颜色就会保留得很好 三五天后干花就压好了 做好的干花用途很多 比如说做个装饰画 当你不再害怕美丽老去 它可以用任何方式留在你身边 不方便 夜饰